针对这年假期间呢 我们走春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让我们不扫兴 然后达成我们新的目的 开运的目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农历期间的一些 开运的秘方啊 跟分享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来聊说 走春啊 有没有一些小建议啊 让你不要扫兴 我们现在谈谈走春什么意思 通常大年初一 所谓走春是我们选个方位 出去走走逛逛 甚至拜访一下亲友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拜年啊 送礼啊 跟亲朋好友啊 生意伙伴啊 甚至主管上司的 这种交官的机会 那走春这个春的字呢 在台语里面自然是有剩余 剩余下来这样的意思 说希望什么呢 在新的一年呢 凡事都可以留有余遇 然后丰盛美满的意思 就是啊 针对这个年假期间呢 我们走春 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让我们不扫兴 然后达成我们新的目的 开运的目的 那我们总统用四张牌 A B C D 是张心理想着的问题 走春期间呢 我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有什么样子 可以给予我的提醒 让我呢 今年开运 开春 一切都顺利 那我们可以先把画面暂停 学完牌之后再继续 好 各位朋友 如果你抽到的是第一张啊 关于太阳这张牌 我不是说要你完完全全的牺牲奉献自己 可是呢 这张牌提醒你什么 在走春期间呢 给予周围的环境 多一点你的照顾 这个是对你是 新的一年的开运啊 人际关系的维持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注意一件事情 要不然我们不要做 要做呢 就不要要共 要做就不用说 你只要做得到位 其实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同时注意啊 避免争端 然后避免吵架 避免冲突的事情发生 那既然来年呢 就会一切都顺利 那如果是要拜访的话 来讲呢 长辈啊 或是男性的上司 会是一个对于你来年的计划 很有帮助的一个拜访的人物 那如果对于这样子 你要送礼的状态的话来讲呢 送一些呢 符合他身份 符合他地位的东西 然后再来呢 比起各种东西 你对他的尊崇 然后为他马手势 在这种意念的展现呢 是更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第二张牌 如果选的是B这张牌的朋友 走春期间呢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 凡是要符合你的逻辑 符合你的条例 还有呢 在出门在外的状态 出到这张牌的呀 要注意一下交通的安全 还有呢 交通规则的遵守 不要让这件事情少了信 在另外一件事情的话来讲啊 me time 休息的期间是很重要的 可是如果呢 你有没有找到这样的东西 符合逻辑 符合你的身份地位 符合你可以去拜访的 因为我要这样讲的东西 听起来抽象 其实没有 有时候去拜访别人 他觉得是攀高 然后有时候去拜访 对于你有没有实质的注意 在你的身份地位上 应该 你知道应该去拜访那个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做了这种人际关系的 运动的状态之后 对于你吸引你的状态的话来讲 也可能会开出还不多的花朵哦 第三件事情呢 如果选到C 这张牌的朋友 哦 他提醒了一件事情 凡事啊 要走入人间 为什么有种包包在上的姿态 那往来的对象的话来讲呢 高位阶的地位华美的 这个东西都是你可以去参考的东西 如果是你走春的 真的自己的走春 目标设定的话 你可以去一些自己普通想要去 会觉得消费有点高 或是觉得说 不是每天都可以去的地方 在过年期间呢 可以适时的犒赏一下自己 可以设定成为来年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是在 对应的关系上面 也是一样往长辈的方向 去做 这样子接洽 那有机会呢 可以得到还不错的帮忙 送礼上面的状态来讲 自然是说一些比较 华美啊 漂亮啊 有品质的东西啊 就会是你可以参考的面向 可是要注意 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喝酒 这个人喜欢吃松露 这个人喜欢吃起司 这些进口波拉 或是鱼籽酱这种东西啊 你如果没有买到那个品质啊 人家是会觉得你不够 可是买到品质的之后啊 你又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送礼的部分 对你自己负担太重 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往次要的状态去送 比如说喜欢喝酒的 你可以买一个很好的酒杯 酒的话来讲 可能高的话 那个没有上限 可是酒杯的话来讲 到了差不多的预算 你可以负担预算 其实会有差不多的东西 那一如呢 喜欢吃鱼籽酱的 也是那种 比如说他的那种餐具啊 很漂亮的餐具啊 或是配餐的部分 因为或者是说呢 喜欢吃起司 一样啊 那种小刀啊 这种周边的东西 他喜欢 他有这个嗜好的东西 如果那嗜好本身太贵 你可以挑他旁边的工具 他使用的时候就会想到你 那我们刚刚讲回到天机这个部分 我们补一下 如果要送的要送什么 要送合理的东西 你不要人家觉得说 这个你明明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跟这样的预算 你是不是就是送超过这东西 因为你要去送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方心里面也会对你有一些的评价 然后不要就是 聪明反备聪明 你很在意这段关系 结果你送了一个 在对方眼中看起来就说 你不具备这样的薪水 跟这样子的能力啊 那你送我这东西 你是不是有所图呢 或是你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这是补充天机星的部分 来最后一张 我们看一下贪狼星 这张牌 你可能想要去拓展的关系很多 那记得呢 就是好好的维护这些关系 没有错 可是呢 千万不要忘记了 在这个整个走出的过程之中 你还是要保留一点给自己的空间 固然呢 不希望呢 空气忽然的安静 忽然的寂寞 可是如果是让自己去维持这些东西 你太为难你自己了 那在过程之中呢 你呢 可能跟朋友啊 约一下 或是走出的地方啊 你去找一下舒服的舒适的环境啊 然后呢 跟别人约一场饭局 请别人吃饭 又或者是说呢 带对方呢 去多元的地方走走 就是一整天的散步啊 约会的行程啊 或者说你同一天的话来讲 有多种不同的目标 可以去搭乘 这都是你可以参考的一个路径 只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呢 让自己太过的劳累 就是如果是你穿梭在所有人际关系里面 一整天的行程 别人说你都要顾及各方的利益 那你其实没有休息到 这其实就是你走春 不要扫心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不管是天机心啊 或贪囊心啊 这是综合判断这个部分 这个啊 其实走春还有一个 很明确的可以参考的项目 参考什么项目 如果你心里面啊 你自己有自己舒服的宗教信仰的话来讲 其实走春这一年的话来讲 也是跟你自己的灵魂 跟你自己的信仰 跟你信奉的这个 神明啊 上帝啊 都可以 就是你信奉的这个脉络 连结的好时间去拜拜 传统的去拜拜 或者去教堂 如果你是这个 基督天主教信仰的 或是到你们这种教会的集会所 跟神明跟这些神灵 又或者是说呢 跟你信仰的中心 有所连结 对于新的一年的开运 也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注意就是贪囊这边 有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啊 尽量建议你啊 到比较大的这个宗教体系脉络 好好的做沟通 然后在开年的时候 不要去那些比较小的宫廟啊 或者是说那些特殊的 我们讲这百换就是音庙啊 功利导向的妙宇 这不是就是我们去参拔的一个重点 那你来年的运势呢 都会很不错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看到的话都会回答 谢谢大家 然后祝大家新的一年呢 事事顺利 然后呢 凡事圆满丰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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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